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现在应该是没有机会打麻将了 我觉得就是用尽全力是对对手最大的尊重 你放水的话就是也不太好 再一个什么呢 确实你不放水你也赢不了 因为我打麻将都是像我们打一二一这种的 我救他们这种的 他们就是比较厉害嘛 我可能一年才玩一回 那能不能给我们下一位嘉宾留一个问题 你们那儿就是过年吃饺子的时候 会在饺子里放那个硬币吗 那我们来一个快问快答 说出过去一年里你最惊喜的时刻 上春吧 2023年刷到自己最有趣的梗是什么 在下梗太多了 刷到最有趣的梗 就是路过的蚂蚁都要催两口 可能是吧 2023年循环最久的一首歌 其实都是我新专辑里的歌 对 但是都没发布呢 对 因为我就在反复的听 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 然后准备到今天又发了 都在反复听 那如果有机会想回到过去 还是穿越到未来 过去不想回去了 毫不容易就混到今天了 想到未来看一看 未来我能混成啥样吧 那如果不当艺人最想做什么职业 不当艺人最想做什么职业 就是最想当艺人 从小的梦想就当明星 从小就想当歌手当明星 这终于实现了 让我再选一个别的 我不 那能不能用家乡话 来给网易娱乐的朋友们 送上新春祝福 那在这里呢 祝所有网易娱乐的朋友们 大家这个新年快乐 所有的一切新的一年 都能够顺顺利利 龙年大吉 那我们现在啊 手边有一个福气抽签筒 然后咱们把它打开 里面抽一支 是什么 官微独家定制安利 向小作文 是你们送福利对不对 对 对 也就是给刘雨宁 这个独家定制一条 安利向的小作文 网易娱乐这么大产业 给我定制一个 这是新年最大的福利了 那就攒着 等我下一部剧上的时候 好不好 谢谢 来咱们下一个环节 选一到两样道具 拍一个帅照 帅俩帅 Talks 拍一个房子 给我们下一个房子 保护了 箱子 我没收到